竹山社区联合会 为期三个月都会召开联合会议 日前会议也再度召开 此次会议除了邀请各社区一同商讨会晤发展外 也配合明年度镇公所所规划的陪例计划来进行宣导 盼各社区能够踊跃参与 让竹山镇各社区一同进步 并能成为其他县市乡镇社区的效法对象 在今天我们公所这边提出我们一个小旗舰的方式 来培立停滞型的社区 这个计划是一个人力的培训 及我们的社区的观摩的产业的促进的一个计划 我们也希望社区借由这个计划 能把竹山带出去 让全省各地的社区都能踊跃的到我们竹山 来观摩我们社区的一些产业业务 这能够让我们一些停滞型的社区 能够因为我们透过比较活络的社区 来带动这些停滞社区 能够把这些社区慢慢地让他们成长 而在此次会中 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人员也到场 与各社区讨论 将于11月3日登场的2019地质加年华活动 相关规则事宜 另外在这边我们有在我们的经济部 我们的中央地质调查所这边 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地质科的科长 郭立秋郭科长来宣导 我们在11月份要办理的活动 希望广阳各社区一同来参与2019地质加年华活动 展现地方特色 使整场活动能够更加盛大精彩 那他的时间是在10月30号到11月3号 那主要邀请社区参加的是11月3号的千人大会师 那一天整个大会将近会有 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2000多人以上 那会有包括路跑 包括地质市集 还有一些行动剧等等的一些大型活动 所以我们在这边宣导 那希望社区的民众能够共襄胜权 那希望民众藉由参加这个活动 能够了解竹山的特色 竹山的地质环境 以及竹山的一些手工艺 或者是竹山的一些美食农特产品 议长和松峰也期许 透过各社区用心经营之下 能带动镇内大环境的活络 使地方发展规划更趋完善 造福地方民众 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道